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关于高端医疗的资料 近日我在YouTube上见到一个YouTuber 他说自己之前做了十几年保险 然后移转文去了日本 当中他有很多短片都会说高端医疗 有很多服务,如何经常加价,如何不抵抗 类似这样的短片 有个人说Michele,你有没有看过近日有个YouTuber 他不是做保险,他真是可以很忠肯,什么都说 就去看看 当中他近期有一个短片说高端医疗,疯狂额外加价 作为一个投保人要留意什么呢? 也有看完整个短片的,有几个点 我觉得都很值得用多角度去和大家说一下 第一就是他说究竟那间本公司 如何控制赔偿比率呢?这是第一 第二,医生亂收费,什么叫合理惯常呢? 似乎每间本公司都没有一个定义 第三,是不是买高端医疗的时候 不如你问一下那个agent 究竟他们多久加设价? 甚至乎究竟那个加价你自己计下合不合理呢? 接着他又说,会不会高端医疗选着普通房 好像是实惠一些呢? 不需要去到私家病房或者二人病房呢? 最后他又说的点 会不会因为高端医疗不停加价 而令到你老来才会断保单呢? 而到时候你有病才赔不到呢? 要去回政府呢? 他说完这些题目出来 当然大部分都没有一个确实答案 不过到最后他那条短片 就是原来帮一间网上的保险 就sell高端医疗 就说在他的链接到买就有五折 这个我也猜不到 我们的频道就不会有任何优惠 我自己买都没有折扣的 是吧? 纯粹我们就是希望多角度 给多些保险知识给日客 首先第一件事他就说 很多医生都不断加价 也都知道客买CEO Pen的时候 就纳收费用 甚至乎名医开价很高 如果大家有看我们的频道 我想两年多前我已经不停说高端医疗 我已经说大基本公司 是会用中环区的专科医生的手术费 做一个平均价去定义赔偿给客人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合理的 因为中环是最贵租金 如果中环区的医生 中环医生大部分同一个手术 都是收费那个价钱的 那个都是一个指标价 如果你说有一个名医 他真的收贵三倍的 本公司不会跟那个名医一倍的 他只会跟中环的价格去费 当中他就说 他似乎那个合理惯常 保单上面 就没有什么特别详细去形容 当然每间本公司 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手术 疫苹要赔多少钱 因为每一个Pan的成本都不同 不过保险很有趣的 收费又没有人买 你说是否买得便宜 本公司又会亏 他都不会做那个生意 买一个产品 本公司又要赢 客户又要赢 起码觉得吸引先 客户不觉得吸引 不会买 根本也不会有生意 营业员又觉得OK 一条三方都OK 所以其实产品才能做得到 现在高端医疗有很多的大家赔偿 在我角度 有时的人客都会问 Michelle 你帮个人客赔钱 会不会影响你们 高端医疗公司一早说了 就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影响 因为卖得这个Pan是预计的 保险公司都是很合理 大家千万不要 整天都觉得保险公司 有一些偏见 我觉得大家fair一些 还有高端医疗 赔几百万才是 那个产品的市场价值 KOL说 你应该买保险的时候 就问一下那个保险顾问 究竟它多久加持价 加价是否合理 你自己衡量一下 我想告诉大家 我也不知道公司多久加持价 我们只是每年公司 会公布大的赔偿比率 而公司内部计算过 如果真的需要加价 他也会和前线的知识经理去开会 大家去共识 第一个我们觉得客户有接受到 而我们也觉得 才有生意做的价值 而公司又不会 在这个产品里 大家都三赢 我们才可以做下去 就算今天你来跟我买高端医疗 你问我加价 多久加持价 我答不到你 我又不觉得 本公司会乱禁加价 他加得太贵 没有生意做 对他都没有好处 对他的品牌都不是好 你去到这么贵 我们做营业员的 都卖不到产品 没有生意可言 那又怎么做呢 我觉得看事 不要只看一边 我们所谓现在经常说 三位的世界 几个角度 我们去看一件事 另外他就说 到你老来的时候 才没有能力工 我同意高端医疗 超过60岁打后 事实上的保费是贵的 我们去买保单给客户的时候 第一 我们都会给保费表去看 讲的是将来的保费表 将来未必不止是这个保费 因为过去这么多年 本公司在不同年份 都有保费调整 有没有人客 因为看到60多岁的保费贵 而不买高端医疗呢 有的 有的 我也试过有人客是怎么 他因为觉得70岁 高端医疗的时候 保费太贵 然后就不买 然后几年之后 他就有癌症 那说的是40岁 我不敢说我老了 我自己有没有能力 供高端医疗 可能我也没有能力 不过我想不到60多岁的时候是怎样 我只是想 现在今天 我叫活在当下 我未来这五至十年 如果我还要照顾家 我还要照顾我的家 我需要这份保单去掌握我 如果我今天是有能力的时候 我就给多久就给多久 这个是我自己想法 因为我都是一个头部人 都是小康之家 但是我觉得我暂时 今天都是有需要 要这份保单 还有讲开赔偿比率 大的那几间本公司 就已经有一个叫 专科网络门诊服务 就将一些小检查 小手术分流去门诊做 当去门诊做的时候 其实赔偿额已经熟悉了 加上网络医生 亦都跟网络医生 丢了一个比较相宜的价钱 亦都是控制那个赔偿额 大的本公司有限 专科网络门诊 已经是在做控制那个赔偿比率 如果有些保险公司 你说他没有这个专科网络门诊 就分流不到 所有客人有起事 一定要入院才赔 事实上那个赔偿比率 就难控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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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